一直以来华为的nova系列的每一代产品都会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为年轻的用户群体带来非凡的潮流娱乐体验 尤其是在对自拍的探索上每次都会带来全新的惊喜 而随着5G的来临呢 华为的nova系列也紧随时代潮流推出了首款的5G潮流自拍娱乐旗舰手机 华为nova65G 那全新升级的前置105度广角双摄5G SA-NSA双模双卡 这一回啊 华为的nova65G又会给nova新人带来怎样的潮流体验 本期视频带大家来一一揭晓 华为nova65G上手之后 首先最大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双摄极点全面屏 前置摄像头变成了双摄 有一颗3200万像素镜头和一颗800万像素 105度超广角镜头组成 手机屏幕6.57英寸 分辨率是2400x1080 20比9的比例显得十分修长 边框也是非常的窄 整体的视觉感受还是比较震撼的 机身背面的是3D曲面玻璃 经典的竖像镜头排列 在背面的设计中呢 华为nova65G加入了幻境之镜这样的设计理念 将光芒纹理色彩空间四层效果 集合到手机背部 这样营造出了一种更有深度的光影变化 我们手上的这个配色呢 是蜜语红 橙红渐变 加上nova超级符号 潮流发十足 中框的侧边指纹 以及电源键是二合一的设计 保证了后盖的完整性 而且指纹模组也是非常窄的 毕竟是接触式指纹 解锁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手机整体来说是比较圆润的 上手握持也是非常舒适的 华为nova65G800万像素 105度超广角前置镜头 能够带来更广的曲景范围 比如说从我们拍摄的样张来看 一是在人多的时候 能够不落下任何一个 二是风景自拍的时候 镜头里的风景也更多了 像是一些比较高的建筑 或者比较广阔的大景 在这种模式下面 成像效果就非常好 通过人景分层处理 在人景同框的时候 基本不会出现激变的情况 这是因为手机的算法中 有一个人景分割的技术 通过透视投影去解决背景激变 最后呈现的就是人景巨佳的效果 另外一颗32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 配合close loop马达自动对焦 以及算法调节能够实现自拍时面部的精准对焦 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论远近都能清晰展现主体 然后配合105度超广角镜头 可以实现双摄的物理虚化 景深效果更自然 画面也更有层次感 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拍视频 或者是我log 华为nova65G上支持了4K30帧视频拍摄 然后还加入了美颜算法和自动对焦 拍出的视频也更有质感 这一次华为nova65G的后置镜头也做了升级 配备4000万像素超感光主射 800万像素三倍光变镜头 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以及激光对焦模组 基本上覆盖了高清 远焦 超广角等大部分的拍摄场景 4000万像素超广光镜头支持AI超清模式 并且采用了超采样多帧合成的技术 加上麒麟990的硬件支持 处理速度更快 细节的捕捉更到位 整体的成像效果非常不错 800万像素光学变焦镜头支持三倍的光学变焦 5倍混合变焦 以及最高的30倍数码变焦 借助OIS光学防抖在高倍变焦的情况下 画面抖动的情况会明显减少 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拥有120度的取景范围 能拍出视野更广的照片 现在夜景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拍照的刚需 华为nova65G在夜景上的表现也很出彩 前置自拍支持人像超级夜景2.0 可以自动识别 而且通过麒麟ISP5.0图像处理技术 照片的噪点处理也很到位 另外通过AI HDR加 在夜景中逆光自拍可以规避背景过曝 人像曝光不足的问题 华为nova65G后置 由于RYYB超感光传感器的加入 进光量更大 配合后置的激光对焦模块 在黑暗环境下 对焦也更快更准 而且呈现的照片也是清晰明亮 拍摄夜晚的风景是能够自动识别夜景模式 拍出高清晰低噪点的照片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华为nova系列一直在坚持以创新为宗旨 在5G时代 nova系列再次引领潮流 像我手上拿到的这款全新的华为nova65G 搭载了麒麟990芯片 支持SA NSA双模5G能够带来更加畅快的5G网络体验 5G带给我们最直观的就是下载速度的提升 我们测试了5G网络下 华为nova65G下载1.6G左右大小的游戏 近百兆的下载速度20秒左右 即可下载完毕 还有在线播放1080P视频 拖动进度条基本不会出现延迟 就像在播放本地视频一样 华为nova65G第一时间跟进麒麟990旗舰处理芯片 可以说已经站在了华为手机性能的第一梯队里 各种使用场景都能轻松应对 不论是应用启动 多任务切换都非常的流畅 玩游戏自然也不在话下 游戏的操控响应快帧率稳定 画面显示也很清晰 在我们上手的过程中 还体验到了华为nova65G上的续航能力 4200mAh大电池搭配40W 华为超级快充 不仅能支持长时间的使用 充电也更快了 相信通过刚才的上手 大家已经能够了解到了 全新的nova65G的不俗实力 无论是全新的105度超广角自拍 前置3200万自动对焦 人像超级夜景自拍2.0 还是说后置的超感光影像系统带来的拍摄体验的升级 再加上顶级旗舰990带来的系统机飞跃 还有双模5G的急速网络 还有充满创新的幻境之境的设计理念 以及各种智慧化的使用场景等等吧 相信这回全新的nova65G一定不会让nova新人失望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回的上手的全部内容 后续呢 我们还将会带来更多详细的体验和评测 敬请期待